大家都愛美 不過要注意了 如果一個不小心恐怕 你要付車代價是非常大的 對 尼克雅婷 現在愛美不是女性的專利 男性有時候也是 很注重面子的功夫 但是要注意免費的最貴 你看這個女網友 就活生生的印證了這句話 她是免費幫一個美容院 在做唇膜 來試試看什麼叫做蚊唇 結果你看一做 就真的變成性感大紅唇 可是你看5天之後 她的嘴唇居然發炎泡疹 緊急的掛急診 現在醫師指出來說 因為這個蜂唇或是蚊唇 常常因為染料過敏 或是體質本身就比較敏感 甚至是你用的器具不乾淨 都可能會造成發炎潰爛 所以我們剛才講到 這個面子的問題 常常大家都不希望會出狀況 但你剛剛看到這種蚊唇 就發現了 你看這個已經成了泡疹的狀況 就真的是非常糟糕 變成一個香腸嘴 另外其實也有一些人 其實化妝要減少一些步驟的話 有些就乾脆做一些霧眉 讓自己的眉毛看起來 比較漂亮一點 但是你看這個例子 這是澳洲一位43歲的婦人 她去做霧眉 可是半個月之後 變成女版的蠟筆小型 你看眉毛有這麼這麼的粗 這個婦人說 霧眉她花的錢不多 後續要看病的開銷 花了台幣3萬多元 而且還有自己承受的痛苦 這種折磨她都快要瘋掉了 後來她就跟美容院去對布公堂了 另外還有這種鏽眼線 讓你自己眼睛看起來比較有神 也是在澳洲 這是一名37歲的女子 她一開始就感覺到 強烈的灼燒感 而且頭很痛 也覺得皮膚像被燒成碎片一樣 還有血腎出來 另外一個女子 也是做紋眉的手術 結果也碰到同樣的問題 而且她更慘 她的眼角膜被化學藥劑給灼燒 導致真正失明了六周 所以碰到這種面子的問題 到底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 而且該怎麼正確的做 今天我們要請教的是 皮膚科的醫師 徐長傑徐醫師 徐醫師你好 大家好 是 徐醫師現在也我知道 大家生活都比較趕 然後要化妝的話 想省略幾個步驟 所以就想說去做這種紋唇 或是剛才講的霧霉 像這種紋唇 最新是不是比較流行 但是會不會有併發症 其實大家知道 紋唇 霧霉 眼線 這都事實上屬於刺青的行為 既然是刺青 它就有傷口 所以我們就要考慮到 所有的那個清潔效果 包括像血液的感染的問題 像C肝 像一些B型肝炎 甚至更嚴重的像愛知病毒 這都可能是藉由這個 針口有可能會吸入體內的 另外一些是什麼細菌的感染 因為總是有傷口了 如果我們術後的膚膚力不夠好 它可能會造成局部的潔疤 其實真的發生潔疤 這可能後面還是可以照顧好的 但是我們那個顏色 或是那個型 可能就會造成 就會壞掉了 甚至都是越做越髒了 是 我們剛才看到那個案例 它是變得有點泡枕 而且是香腸嘴的狀況 像這種東西的話 可能是哪邊出了差錯 因你的判斷 其實泡枕很多人都常常會有純泡枕的情況 而且勝利率高 是有說有70%人都是純泡枕的可能 所以如果真的常常發生純泡枕的人 這個不是改喉 它只是一個外溢的一個刺激 做一些 包括雷射光療 或是做一些紋繡刺青 都可能會當這個泡枕又被引發起來 所以如果真的常常有這個泡枕 純泡枕的人 在做這個治療要考慮一下 要做這個紋繡刺青 或是預防性 吃一些胖病的藥物 來可以見到這個併發症的發生 是 您剛才講到說 可能可以先吃一些藥物 來預防併發症的發生 這包括物酶跟這個紋唇 都是類似的狀況對不對 是 對 其實最嚴重就是有一種 就是有那種洩霧中的體質 這個其實會造成 它的災害 因為如果是有泄塗種的體質 表示說它一些外傷 都可能會過度的流霸 那這種可能會造成 不可逆性的 那個纖維化的真身 所以有些人說 他們都沒完完之後 所有的刺青或是眉毛 都變立體的都浮起來了 而且是硬的 就剛才看到 像蠟筆小鮮的狀況 就類似像這樣子 是 另外現在還是有些人覺得 臉上有很多痣 然後就想說去把這個痣給點掉 這樣子看起來好像比較乾淨一點 可是有時候好像不知道怎麼回事 痣點掉是點掉 結果變成臉上一個洞一個洞 到底是出了什麼狀況 其實自怕是一種良性的真身 那事實上 第一個我們要處置 你要先確認它是良性的產作 另外呢 做的工具要很良善的選擇 比如說雷射 我們可以控制深度 然後不能太貪心 真的很深是有時候沒辦法 一次就完全打乾淨 是 如果有像以前真的在夜市 都還有那種擺攤的 拿那個藥物來點的 那種就罵惡化的 因為化學股市 有時候沒辦法通知深度 真的我們有遇過 就是一個小小的製作 讓一個很大的一個洞 從一個小製換一個大洞 那真的是得不差事了 是 真的有時候不能要貪便宜 去這種來路不明的場所 或是清潔不完全的器具 都不要去使用 謝謝今天許醫師給我們分享 這些寶貴的意見